請鄭麗文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有關於這一次的紓困條例 大家都也看得到 事實上在台灣已經被列為是有社區的感染 被美國宣布 然後再加上我們非常往來 平凡的許多的國家 包括韓國跟日本在內 疫情都不斷的升高 雖然現在政府還沒有願意 把一級的這個防疫中心 提升到一級的開設 但是事實上疫情的嚴峻是非常明顯的 換句話說未來 不只是現在馬上就受到衝擊的觀光服務產業 所有相關的上下游產業 而且很有可能 有許多社區感染的病例 會導致個別的診所 以及個別的企業發生要停工的許多的一個困境 那未來的這個紓困非常的緊急 也非常的重要 另外包括像今天的報導 因為中國大陸是許多重要產業的重要的一個供應鏈的源頭 因此不只是電子業 許多的產業包括藥業都面臨了未來供應鏈鍛鍊的窘境 所以在整體的產業的紓困 各別公司各別診所產業的紓困以及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工都是非常緊急的問題 那在這邊我們必須要強調 今天立法院雖然共體時間 國民黨的黨團也第一時間提出了紓困條例 希望能夠協助政府 督促政府 積極的在紓困的部分有非常具體跟快速的作為 但是未來我們立法院以及國民黨黨團當然在內 還是要善盡對行政部門的監督之責 我們給行政部門方便 但是他們不能因此就隨便 這絕對不是一張空白之票 我們在這裡還是要呼籲政府 要積極的秉公處理 要苦民所苦 未來絕對不要出現任何人謀不髒 政治考量大小眼 一定要杜絕所有可能的濫權跟弊端 務必使得這個救命的紓困的資源 能夠快速積極的到達百姓的手裡 也希望未來行政部門要針對 要如何的將這個預算 我剛剛所強調的 能夠積極的針對民眾的直接的需要 如何的來作為相關的執行 也必須要向我們立法部門來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務必要使得這一項的資源跟預算 能夠真的為我們的這個企業跟產業得到 所有相關的協助 最後就是剛剛易华所提到的 其實診所所面臨的壓力 不只是因為他有了確診的病人 未來只要社區感染很可能會擴大其他很多人 他都必須要進行相關的隔離而導致診所必須歇業 就這一點也希望執政政府能夠積極的考慮 謝謝政委員